那化妝从打底啊 开始到你的珠光腮红 也都要很讲究哦 对 好的 所以刚才我们有介绍就是 它算是晚上使用的 它是精华液系列 但是啊 白天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选用就是 保养的最后一个步骤 其实也算是化妆的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让我们的毛孔啊 就是有雾状的效果 哦 雾状的就是 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毛孔啊 他们就是坑坑巴巴很多 你上了粉底之后 就看到一个凹洞 对 因为其实 你自己塞越多的物体 在你的脸上的话 其实那个洞啊 凹脱不平衡的感觉 会变得很明显 但是啊 它算是可以 让你的毛孔变得隐形 甚至会让你毛孔 变得有点柔胶的感觉 柔胶的感觉 好的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算是 我们化妆的第一个步骤 那可是 这个跟刚刚的很像对不对 也是有一白色的 然后摸起来 有一点点雾雾滑滑的感觉 对 它的原理是什么啊 它的原理呢 它就是让你的皮肤啊 看起来会滑滑的 那它有一些吸附油脂的 那个 伴随着吸附油脂的功能在里面 也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有说到嘛 毛孔粗大会伴随着油脂分泌 因为它会觉得说 你皮肤可能缺水 所以其实这时候呢 它会一边的吸附 你的油脂的同时呢 让你的毛孔变得不是很明显 所以它的粉末 其实是有点雾雾的 就是你会觉得摸起来 有点滑滑的 我听说它们还有保湿成分耶 对 还有保湿成分 因为你缺水的话 然后你的皮肤就会觉得 你皮肤需要保护 就一直分泌油脂 所以它除了保湿之外 它还有控油 那这一个呢 是你不论上妆前或上妆后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的 上妆后也可以 对 这是上妆后也可以 所以跟刚刚那个 有一点点的稍微不太一样 对 那这一个啊 其实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之前有个 B开头的外国品牌 它们现在这几年 有进来台湾 最早其实很多人 都对它们的印象就是 一最先开始有这种 就是隐形毛孔的东西 就是从它们家开始 就是好像用东西 把毛孔填平 然后你再铺粉 这样子就脸看起来 比较光滑了 可是后来又有一些人 开始想说 可是它把毛孔填平 会不会就是有点 阻塞毛孔的感觉 所以现在都有一些 在进化版 就这些膏状的东西 你涂起来之后 它除了可以把毛孔填平 最重要是它可以有一些 那个保湿 然后甚至更透气的一些效果 对 那GG好像 那个纸尿库的那个实验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 会拿来就是 譬如说一个 很透明纯净的就是玻璃 然后把一些毛孔隐形的东西 就它们有两个道具 一个就是玻璃杯 一个就是橘子 就是橘子上面 不是有很多毛气孔吗 对 那你就可以 就是把东西 譬如说你的粉底液 或者是你的蒸毛孔的东西 涂在玻璃杯 跟涂在橘子上面 那玻璃杯你打灯 你就可以开始来比较 每一个东西涂在玻璃杯上面 哪一个透光比较好 透光好代表它比较轻薄 对 比较轻薄 不会阻塞就是毛孔的感觉 那你涂在就是橘子上面 它橘子不是很多的孔吗 那你就可以直接来观察 那用光照射 你可以看一下 哪一些毛孔已经不见 或是哪一些毛孔还在 好有趣的实验哦 这些东西都是在自己的厨房 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回家自己试试看 真的耶 大家可以检视一下 自己生命的化妆品 是不是又符合 刚才说的那些特性哦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打完底之后呢 那我们其实连就是 我们只要上我们的那个基底了 对 基底 那我们在润色的同时 其实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 有一些东西它是针对毛孔 所推出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你知道它的名称叫做遮瑕霜 遮瑕霜 但是它的遮瑕不一定是遮什么斑啊 痘痘 它是遮毛孔 它觉得毛孔是个瑕疵 它把它遮掉 毛孔当然是瑕疵啊 对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在修涂的时候 对吧 就是毛孔或是不平整的肌肤 用那个柔胶效果 或是模糊的那个工具 涂涂涂涂涂涂 让你看起来更平滑 对 你说有很多的照片的修涂软体 对对对 修涂软体 好 要讲清楚 那这一个它就拥有 好像修涂软体那种 把脸毛孔用模糊的那种工具的效果 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女生都会自己用那种什么 很厉害的那种修涂软体 高阶版的 对啊 好多修女生都会耶 而且修得好自然喔 对啊 可是啊 因为我觉得修涂 第一个如果你不是会修 第二个你还要再花时间修 那第三个会有作假的效果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就在照片上 修完涂之后看起来才是美美 现实生活中 皮肤是美美的喔 对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就是 本人现实生活中也是有经过修涂感觉 皮肤柔柔的 对 它这个是有毛孔 天使毛孔隐形霜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 好像就打了柔胶的感觉 就是你的毛孔原本是这样 可是有点糊掉 就是别人在看的时候 会有点湿胶效果这样 叮叮 是那个青光眼的一种 对 青光眼一种 就看不清楚它到底是毛孔还是怎样 就糊掉了 有没有 很有趣 对啊 很有趣 好 这是就是大家在打底的时候 可以选用有这种柔胶效果 模糊效果工具的那种一个产品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在我们打完底之后啊 那我们如果这时候再刷上珠光的腮红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毛孔粗大的问题了 对 因为其实 就是你不但把颜色遮上去 那你底做好之后 你再刷珠光 反而会让你的毛孔变得更隐形 因为有很多人之前不是 有很多的那个广告 化妆品广告都会说什么 刷上珠光会让毛孔隐形 但是你会觉得 怎么刷毛孔都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因为珠光呢 会让你那块皮肤变得很亮很明显 但是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有一个步骤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刚教的 之前的前置作业要做到 你后面刷珠光才会有效 对 就是等于说 让你的毛孔变频之后 你再刷珠光就会这样 碰碰 凭滑 再透出来的感觉了 好 那今天 依依佩佩也选了一些 特别的腮红 是有点小小的珠光 而且有打亮效果的 可以让就是肌肤这一块地方 觉得哇 好平滑 而且好亮的感觉 好的 那在这边呢 给大家看到第一个比较特别的 你看 为什么这个刷子会分两头 而且有这样子不同的功用呢 而且这个是棒状的 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就是腮红 是用海绵棒状耶 对 那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有两个颜色 你可以依照你今天想要红一点 还是要自然一点 你可以这样子调和颜色 对 它们是有一点点 类似霜状膏状的东西 对 所以需要用海绵来推 对 然后推好 调和好之后 你可以在你的手中 先来调一下颜色 调好颜色之后 觉得这个颜色是OK的 你再画在自己的脸上 然后画在自己的脸上之后呢 这时候它只是有增加一点 好气色的腮红而已 只是有增加颜色 可是要怎么样可以让它亮起来呢 这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头 就是比较刷状的这个 刷状是什么 就是比较刷 反正你就直接说它是刷子 比较好的吗 对 就是用刷子 然后早上你看这一格 它是比较有珠光的 而且颜色比较浅 对 然后轻轻地刷一点点 你知道这一家啊 它就是要标榜说 让你的好气色 是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 所以它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让你皮肤本身是有 就是腮红颜色 接下来在外面 再打一层粉状的 物状透亮的东西 对 而且在这边要告诉大家 你看哦 我们要让脸膨起来 所以你的颜色不能太深 因为太深的话就凹下去了 在这时候你再刷上一个 更淡颜色在它的外围 笑肌 对 笑肌 在它的外围 这样就不会有那个界线 有没有 这样 刷上去让它颜色更淡 轻的看起来就比较好了 对不对 而且有一点点 淡淡的之光 好亮哦 有 有亮亮的 有没有颜色就会变比较淡 可以跟这边比起来 那边好扁哦 这边是蓬的 这边是蓬的 对啊 就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效果了 就不会太深 好可爱 所以大家可以分两个步骤来使用哦